今天我们来讨论2022年的龙中华初中同岗预示数学 试卷1的part1第一题到第二题 第一题的计算我们有7.4乘4.212 加上4.2加0.212 0.012 所以我们先把这两个相加应该是等于4.212的对吧 所以其实前面有4.212 后面也有4.212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分配率 先把这个4.212呢给抽出来 那分5的这个100呢我们先放着 所以如果你把4.212呢抽出来的话 我就会得到7.4加上 7.4加上2.6 所以这样子加的话呢 7.4加2.6刚好等于10 刚好等于10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4.212乘10 再除以100 我们约掉了一个0呢 就会得到4.212除以10 以为得到0.4212 答案就是B了 OK 所以这边呢你要善用这个我们分配率 我们的这个分配率啊 其实蛮好用的啦 就可以算到这个B了 第二题 求2的平方乘5的平方乘7 与150的最大供应数 我们先看150呢 你可以除以2得到75 再除以5得到15 再除以5得到3 所以基本上呢 它是2乘3乘5的平方 最大供应数呢 是两边都要有 而且选最低次方的那一个 所以2呢要选1次方 5呢要选平方 2乘5的平方 反而是7 第三题 杂货店的老板呢 买进了每公斤5块半 然后呢 甲种米60公斤 每公斤4块半 甲种米也是60公斤 如果是60公斤的话 其实它的 它加起 它的 因为两个都是60公斤 就是算是一个 平均的情况 你可以看到的是 它的 它的加起来的 的那个 那个成本价 应该是两个加起来除以2 所以两个相加除以2嘛 就大概是5块钱 这个是它的成本 所以它混合过后呢 再卖6块2毛半来讲呢 它的赚率呢 就是6块2毛半 减去5块钱 再除以5块钱 再乘以100% 这个就是它的所谓的赚率 所以也就是1.25 除以5 再乘以100 你乘以100刚好 以为 125除以5等于25 所以大概它的赚率呢 是就是25块钱 可以从单价的一个角度去计算就可以了 第四题 假电的老板呢 购入一款手表 原价245块 它的这个促销呢 定价设的比原价 会80%后 再折扣7% 所以其他的整个东西呢 是有 你要看到的是 它有原价245 一般来讲呢 这个原价呢 我们把它设为100% 是吗 不一定哦 不是不是 然后呢 它有一个定价 OK 它有一个售价 然后呢 因为售价呢 它的定价呢 是比原价贵 贵 80% 80% 话句话呢 就是245乘以 180% 是它定价 过后呢 它在折扣嘛 折扣70 打7折就是70% 所以我们直接连着乘 就是它售价了 OK 这样子来讲 然后呢 我们约掉一个零 再约掉一个零 然后呢 我们再约减一个 5 4 20 9 5 45 9 除以5 得到20 再除以2呢 得到10 除以2 得到9 就没有了 所以呢 我们就有7 不是很好做 我们还有7 9 63 所以我们63乘49 乘了之后呢 再除以10 我就一一位就可以了 9 3 27 9 6 54 55 56 4 3 10 6 来的 所以 6 4 32 64 24 25 然后加起来呢 就会得到 308 7 除以10 除以10 就会得到308 7 所以这个是要售价的 大概是这样 再来看这一题 我不晓得哪里出错 不管你要注意呢 先乘除后加减呢 是照样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先做这个111乘10 11 就会得到111加11 这样子 加起来的时候呢 1加0得到1 1加1等于2精微 1加1加1等于3精微 1加1等于2精微 所以就会得到10101 过后呢 我们有101 101 加上10101 1加1得到2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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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会得到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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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0 1 0 所以答案应该是B啦 OK 大概是这样 再来第六题 有一个工程呢 加当独座需要P天 也就是说 加做一天呢 是完成P分之一 已独座一天呢 是完成Q分之一 是不是这样看 然后呢 问他们合作 合作就两个相加嘛 做三天 分别做三天 对不对 然后呢 请问还有多少还没有完成 所以就要再用E去减它 所以以轩呢 就是已经做到了P分之三 加Q分之三 但是呢 因为他的问题是问未完成 所以他中了一些陷阱 所以然后还要用E去减这个分数 才是他未完成的部分 OK 第一七题 以科学技术法来表示 那科学技术法呢 它只能有一个位数 所以应该是5点 三个有效数字 就是0.69 因为9可以进位 8就会变成9 所以就是5.69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小数位呢 已了几位 1234 应该是乘10的四字帮 所以答案呢就是B了 OK简单 第八题M的平方加N的平方等125 M减N等于5MN是多少 这一种题目呢 你就要看到说 哦我们这边加一个平方 他就会得到前平方减两个前程 后再加上后平方等于5525 然后呢我把125给放进来 125减去2MN等于25 这个拉过去 这个拉过来 125减25 就会得到100等于两个MN MN就会等于100除以2等于50 答案就是A 就是这样 不过太快了 大概你基本上这一种题目呢 你就会看到说 哦有M平方M平方 就要想到说 他给的可能是M加N 也有可能给M减N 基本上你再加平方 他就可以得出不要的东西了 再来看这一题呢 有些同学会展开完全平方 就是超完全平方的东西 但是我的话呢 我看到说 哎这里是前平方减后平方 刚好前平方减后平方 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前加后 成前 A 前 I'm sorry 再来 前减后 这个就要注意了 减减 他就会变成减减 然后呢 我们先这样子放着 分母照照 这一边的话呢 加上减3 就会去掉了 根号2 减根号2 就会去掉 前面得到2 根号2 后面得到负6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基本上呢 又要再做一个 有理化分母 有理化分母 我们可以成一个 根号2加3 根号2加3 前面呢 前面 分子我们先整理一下 他应该是得到6 22 负12 根号2 再乘上这个 根号2加3 分母呢 就会得到前平方2 减后平方是 339 sorry 减339 所以呢 分母会得到负7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的负呢 越掉了之后 他就会得到 12根号2 乘进去 所以这个负跟负去掉了 大概你可以知道 头脑要跳步一下 12根号2 乘根号2呢 就会得到 2乘20 12等于24 OK 12乘3等于36 36 跟号2 然后呢 分母原本是负7 跟这个负3的了 所以剩下一个7 所以答案应该是D的 对吗 答案应该是D了 OK 我不晓得是哪里出问题 可能负 你负成进去 然后呢 忘记了说母有个负 这样子啊 OK 所以差一点点 选了C 第10题 某个教室内呢 学生有27个人 以至男生跟女生呢 比是4比5 下课的时候 有一部分的同学离开了 呃 离开的 教室的女生有3 有3人 剩下的女生比呢 是 男生跟女生比是2比3 求下课的时候离开的 男生 好老耶 OK 我们先看一下啊 原本有多少人 原本总共只有27人 我们先看男生女生的比 男生的女生的比是5比4 也就是说总共是9 27除以9得到3 3 4 10 2 3 5 15 基本上他呢 比例大概是这样 哎 然后呢 他就讲说 他离开了3人 哎 这个是 离开的 离开人数 离开3人 这个男生离开多少 我不知道 但是呢 15减3 就明显是12 然后呢 他就讲说 他的比例是2比3 如果女生 这个12是3的话 就是乘4的意思 这个2就要乘4等于8 所以换句话呢 这个离开的人数 应该是4个人 对吧 12减4才能等于8 这样子的方式来分析 就可以看到了 All right 第11题 以至一个线段PQ 的终点坐标 的终点坐标是 负3E 也就是说 这个负3E怎样来 应该是3加A除以2 等于负3 对吧 还有的就是5加2A减B除以2 就会等于1 所以我们要找A跟B的值 我们先看左边这个式子 2乘过去等于负6 减3A就会等于负9 2乘过去 减5 2A减B等于2减5等于负3 A等于负9 928拉过去 正的18 18减3就会等于15 负B等于15 B就会等于负15 所以这题的答案 A乘U应该是忘记 忘记把负债拉过来 还是怎样 所以正确来讲应该是C 第十二题 XEY的立方跟 而反变 EZ的平方 而正变 我们再补一个K给 应该是这个意思了 那我们先看一下K是多少 我们把Y带8进来 Y的立方跟 K乘上3的平方 就会等于18 那3的平方是9 9跟18越减得到2 8的立方跟等于2 22的4 K就会是等于4 我们找到K等于4了之后 X等于4Z平方 除以立方跟3 X等于108 X等于108 乘4Z Z是9的平方 立方跟Y 就是这样 那我们看 那我们看啊 先越减 先越减4 428 7 428 我们越减一个9呢 就会得到3 我们越减一个3呢 这边会得到3 这个移过去呢 就是Y的立方跟等于3 两边取立方 对不对 两边取立方 3的三次方就会等于27 你找到3应该是得到立方跟Y等于3 所以最后呢 你要再开立方给它Y正式的应该是27 第13题 这种题型你看到有Y的3是3的X四方 3的X四方 你把3的X四方当作是Y卡 你就会得到Y除以9减3Y加78 那这里你如果不喜欢这个9 你就每一项乘以9了 Y减9327Y加上9872 有点大 9 7 9 6 13 63再加7 70 702 alright 然后呢 这里减一减应该是-26 拉过去呢 就会得到26Y等于702 所以呢 再除 你如果不喜欢先越减一个2 得到13 越减一个2 326 520 然后呢 有一个1 再除以3 有点大 有点大 3 5 1 好像得到7 好像得到2 26 然后91 刚好 7 3 21 7 1 7 8 9 所以是27 然后呢 再把3的X四方带回进来 27又刚好是3的三四方 所以X等于3 正确 大概是这样子的 OK 第14题 Rod V 是等于2PiR平方 加2PiRH 这个好手面孔 这个好像是 这个面积来的哦 哈哈 这个好像是表面积嘛 原主题的表面积 为什么用V呢 你不要管它这么多 它用什么符号给它 最重要的是你要整理出H来 这个移过去 V-2PiR平方 等于2PiRH 2PiR拉过去除 H就会是等于 V-2PiR平方 除以2PiR 答案出来了吗 答案应该是A 对吧 应该就是这样 这个拿过去减 这个拿过去除 就这样子 收工 OK 再来看第15题 X如果是 -4到3之间 还有Y是等于1到5之间 X平方 除以Y的最大值 是多少 我们要知道说 最大值的话 分子要越大越好 因为它有平方 就变成了 我可以选4 4的平方 等于16 会最大 3的平方 反而得到9 好了 然后呢 分母越小越好 我们去选1 所以最后呢 你越得到16 所以这题 第15题 答案是A 第16题 我们有前平方 减后平方 对吧 如果我应试分解 变成前 加后 乘前 减后 我们再整理一下 X加2X等于3X 负2加1等于负1 然后呢 X减2X等到负X 负2减1等于负3 当然你不喜欢它 你可以把它变成真正的 因为你可以两边乘以负 你就会得到真正的 所以最后呢 X等于3分之1 或者X等于负3 所以这题答案就是C了 当然你也可以展开 有些同学家 老师我去展开它 然后再进行交叉成 14分前 会比较难一点 会花时间一点 不过还是一样做得到的 OK 所以这个看个人 这一题 它要找C跟A 它这个呢 你给了函数嘛 那我们要找A点的话 基本上A点就是X轴的结局 X轴结局呢 我们就是代入说它Y等于0 这个因试分解 你就会得到2X乘负3等于负6 负6再加1呢 你就会得到负5 所以呢 X等于负2分之1 或者X等于3 同学就讲说 哦有30啊 然后呢 负2分之10也可以啊 那我选B应该可以吧 你要注意 如果是30 应该是点C来的 对不对 这个明显是负嘛 往左嘛 所以这些答案是Donkey 所以有两个答案 你自己要分辨一下 从那个graph那边分辨 到底哪一个点 是对应哪一边 30是对应C的点 然后负2分之1 0呢 才是对应A的点 都要注意了 第18题 ABC 随便换一下 B B是90度 A是 A是60度 假设A是60度 B是90度 像C明显就是30度了 然后呢 AB是5的话 30度 所以这边等于斜边一半 这边因为是10 这边呢 应该就是5跟号3 OK 那他讲说 面积怎样找 我们用底层高 除以2 2分之1 底是5 高是5 根号3 5 525 25 根号3 除以2 答案就出来了 答案是行 很好 A 再来看这里 cos cos cos是1 除以根号2 然后呢 他要平方 sine呢 是根号3 除以2 然后呢 他又要平方 再加上tg45呢 是等于1 所以我们取平方一下 这个根号2的平方 就等于2 所以是2分之1 根号3的平方是3 2的平方就会等于4 OK 所以呢 42的8 8分之3 加上8分 加上1 那你就可以变成 EU8分之3 答案是B OK 这一定答案是B 最后题啦 图2呢 我们有ABC 是等辨三角形 30度 6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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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延长至D 使C 为BD的终点 这里又一样 那我们的BAD 是多少度 这一边明显 这个外角是120度 ACD 他讲说 他这里终点 C是终点 这样这两 就是等辨三角形嘛 所以等辨三角形 这个120度 这里60度 那 180-120 就会等到 180-120 等到 60 60除以20 等于30 那这里30 加60 就会等于90 所以BAD的角度 就会是90度 OK 有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